我们来说一说李冰冰 刚刚抵达香港一天呢 还没有进组 李冰冰就毛活开了 她首先跟老朋友杜琪峰导演碰了个面 这个就让我们觉得 一向被称为老模的李冰冰 是不是有一点不务正业的节奏了 你只看到的表面 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表面上不进组拍戏是不务正业 但其实呢 好好跟导演沟通 是每一个好演员的必修课 我们来看看 她跟导演沟通的怎么样 要说李冰冰和杜琪峰也算是熟人了 两人曾经合作过电影蝴蝶飞 此次抵港李冰冰见的第一个人 就是杜琪峰导演 难道是趁着变形金刚四还没开工 先和杜岛商量新的合作计划吗 只是这次和杜岛的密会 被媒体撞了个正着 李冰冰倒是显得有点尴尬了 难道是怕大家误会你不务正业吗 其实冰冰大可以不必尴尬 因为能出演好莱坞大片就是好样的 但是这戏份的多少吗 大家还是得关心一下的 说到香港取景之外 变形金刚四接下来还会到北京 重庆等中国城市取景 这样一来 这部电影就极有可能成为 中国场景最多的一部好莱坞大片 如此一来也让媒体更关心 中国演员李冰冰和韩庚的戏份 是不是也会像中国场景一样 超过影片的三分之一呢 我想说片星金刚四就不是一个 以人为主角的戏 直片方代表的这个回答 实在是有些过于奥妙了 到最后会不会又搞出过 中国限定版的噱头吧 有了范明明的前车之鉴 中国观众有点伤不起呀 不过还好片方给了一颗定心丸 从第一天我们在做鞋拍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说全球只有一个版的 游乐新年底 变形金刚又来了一个冰冰香港报道